我是九江市双峰小学的郭老师 很高兴能和同学们一起学习 你们准备好了吗 我们开始上课 请看大屏幕 同学们 这是一座为了纪念抗美援朝 而高高耸立的峰碑 这座峰碑 是由千千万万个 为祖国 为朝鲜 为和平 而壮烈牺牲的烈士的英灵铸就的 在这些英灵中 有一位年轻 而又伟大的战士 让我们一起来深情地呼唤她的名字 她就是 黄继光 请同学们和老师一起写课题 是 感谢观看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课题 24 黄继光 同学们 你们了解过抗美援朝吗 抗美援朝发生在1950年 在朝鲜半岛上爆发了朝鲜战争 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入侵朝鲜 战火烧到了鸭绿江 严重威胁中国安全 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与朝鲜人民并肩作战 年仅22岁的黄继光 就是其中的一员 五十年后的今天 让我们重温这段历史 走进硝烟弥漫的战场 去聆听英雄的声音 去感受英雄的壮举 请同学们自由读课文 注意读准字音 读通句子 并想想课文的哪些画面 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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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学们 读完了吗 这些词语你们都会读吗 请你们先自由地读一读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来读一读这些词语 老师读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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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 语刺,摧毁,摧是个平舌音,我们再来读一读这个词语,摧毁,扑腹,凶膛,冰雹,晕倒。 孩子们,这些生子当中藏了一个多音字,你发现了吗? 太厉害了,就是晕,一下就被你们找到了。 晕在课文中读第一声,我们可以给他主词,晕倒,晕头转向。 他还有一个读音念,运,日运,月运。 我们一起来把这个多音字读一读吧。 晕,晕倒,晕头转向。 晕,日运,月运。 这个词语谁会读呢? 他在这可与咱们数学课上的读法不一样哦。 他在这读作597.9高地。 他是以海拔的高度来命名的。 电视机前的同学们,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词语。 597.9高地。 词语啊,咱们都会读了。 课文的哪些画面给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呢? 我猜呀,有的同学找的是第五自然段,黄继光主动请站的这个部分。 有的同学找的可能是第六到第十自然段。 黄继光顽强战斗的这个部分。 还有的同学,可能是第五自然段。 我们能找的是第十一自然段,黄继光英勇牺牲的这个部分。 同学们,我们刚才用小标题的形式把这篇文章的层次理清楚了。 那谁能把这些小标题串联起来,想一想,课文讲了一件什么事呢? 没用了解说的是第十一自然段话说是第十一 Θ的 House的 disappointing。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这篇课文主要讲了 在上甘岭战役中 为了战斗的胜利 黄继光主动请战 和敌人展开顽强战斗 用胸膛堵住敌人枪口 而英勇牺牲的事迹 看来把小标题串联起来 也是概括课文内容的好方法 下面就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 描写英雄人物黄继光的身上 我们知道作者突出一个人物的特点 和光辉形象的时候 往往会抓住人物的语言 动作来描写 下面就让我们走进课文 去捕捉英雄人物的语言 动作 请同学们默读课文 这有几点学习要求 老师来读一读 一 默读课文 用不同符号分别标出 描写黄继光 我应该 varias 三三一语言 但你会认读他的国家 人物黄语言 就让他谈不来 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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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te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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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的肯定是这个句子 这句话主要描写了人物的语言 请同学们在下面自由地读读这个句子 你觉得应该读出怎样的语气呢 同学们你们真能干 一下就找到了这个关键词 坚定 请你带着坚定的语气 自由地练习一下吧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段话 黄继光愤怒地注视着敌人的火力点 他转过身来 坚定地对银参谋长说 参谋长 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黄继光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说出这番话的呢 请同学们结合 一到四自然段的相关内容 想一想 用这样的句式练习说话 老师给你们30秒钟的时间思考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几位同学的录音 所在的银坚持战斗了四天四夜的情况下 黄继光坚定地说 参谋长 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第五天夜晚 接到上级的命令 要在黎明之前 夺下敌人的五九七点九高地 黄继光坚定地说 参谋长 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敌人的一个火力点凶猛地射击起来 战士们屡次突击 都被比余点还密的枪弹压了回来 黄继光坚定地说 参谋长 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东方升起了起银星 您参谋长看看表 已经四点多了 如果不很快摧毁这个火力点 在黎明前就公布下五九七点九高地的主峰 已经夺得的那些山头 就会全部丢失 黄继光坚定地说 参谋长 请把这个任务交给我吧 时间如此的紧迫 任务如此的艰巨 黄继光却主动请站 你仿佛看到了一位怎样的黄继光呢 同学们 你们真会读书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不怕牺牲的黄继光 带着这样的感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就在这时 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 拿了手雷 喊了一声 让祖国人民听我们声语的教训吧 从黄继光的话中 你听出了什么呢 是啊 我们听出了他必胜的决心 和对祖国人民的热爱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黄继光带上两个战士 拿了手雷 喊了一声 让祖国人民听我们胜利的消息吧 这是一场激烈的战斗 黄继光要想完成这项任务 他的艰难是可想而知 接下来 让我们把目光 聚焦到描写人物动作的句子上 请同学们自由地读一读这一段话 从这段话当中 你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是啊 我们仿佛看到了一位 不怕牺牲 英勇顽强的黄继光 带着这样的感受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这个句子 啊 黄继光突然站起来了 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 站起来了 他举起右臂 手雷在探照灯的光亮中 闪闪发光 两个站起来 两个站起来和一个举起 对于普通人来说 这是很简单的动作 而此时 而此时 对于黄继光来说 一个战时 一个战时牺牲了 另一个战士也附上了 黄继光 在暴风雨一样的子弹中 站起来了 战士们赶紧冲上去 身上的伤势 让我们一起来 重温这感人的一幕 战士们赶紧冲上去 请电视机前的同学们 全体起立 让我们怀着 无比崇敬的心情 一起来读一读 课文的第十一自然段 天快亮了 规定的时间马上到了 银餐某掌正在着急 只见黄继光又站起来了 他张开双臂 向喷射着火蛇的火力点 猛扑上去 用自己的胸膛 堵住了敌人的枪口 战争结束了 银餐某掌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 发现黄继光 那结实坚强的身躯 仍然铺在敌人的射击孔上 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马带 宽阔的胸膛还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 在中心火力点的前面 读完这段文字资料 你想说点什么吗 是啊 我想同学们和老师的感受一样 黄继光虽然牺牲了 但他舍身取义的英雄气概 震撼了我们的心灵 他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黄继光的语言和行为 彰显了英雄的本色 他的坚定与顽强 铸就了中国军魂 他的光辉形象 将永远定格在人们的心中 在我们身边 还有许多像黄继光这样的英雄人物 请同学们读一读课后的阅读链接 祖国 我终于回来了 想想 从课文的哪些地方 看出钱学森 对祖国 真挚 强烈的爱 谢谢大家 好 你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能感受到 他为建设祖国 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的决心 我们再来看看第四自然段 当美国联邦调查局 没有停止对钱学森的迫害时 他没有屈服 不断地提出要求 我要离开美国 回到祖国去 从这个要求 我们又能感受到 他对祖国真挚强烈的爱 在共和国的土地上 涌现出了许许多多的英雄儿女 他们有的在战场上 有的在实验室 有的在工地上 就在今年抗击疫情的战场上 也涌现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 钟南山院士 本该是一样天年的年纪 面对疫情 致个人安危于不顾 临危受命 确实令人尊敬 还有那些坚守在抗医医线的医护人员 部队官兵 公安干警 他们舍小家 为大家迎难而上 逆向而行 他们都是中华民族顶天立地的英雄 同学们 想不想认识更多的英雄人物呢 课后 可以去读一读关于英雄的故事 或者观看关于英雄的影片 和家长交流自己喜欢的英雄人物 这节课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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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